好 我們繼續講我們的 四年讀經計畫 每天讀幾分鐘? 四分鐘 每天四分鐘 四年就會到神經讀我 你相信我 來 今天回去會讀民宿記 十二章到第十六章 來 這章每次都會讓你們看 這個舊約 這個一定要了解 這個是 黃色是什麼 摩西五經 這一個 是什麼 歷史書 這個就是歷史的主軸 然後這個是什麼 詩歌智慧 這個是在 補充這個 這個是在補充這個 然後後面這一堆是什麼 大小天之詩是補充這個禮 這個就是整個舊約 好 今天我們在講民宿記 於是在講他們開始成軍 他們形成 他們的征戰 整個會分成四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從西南山 還寫在西南山 第一章到十章十節 十章十節就開始 離開西南山 他們已經在西南山 已經 聖經的五十七章 到這裡才開始出去 從 出外紀紀第十九章 抵達西南山以後 就不動 一直到出外紀四十章 到 立位紀 二十幾 還有加上 民宿記 第十章 才離開 一共五十七章 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出去以後 約幾個月就到 加里斯巴尼亞 在加里斯巴尼亞以後 他們派探子經濟的經驗會講 他們 不想進去 所以上帝說 好 你不想進去 就讓你們去 漂流 結果就漂了三十八年 再回到 加里斯 然後加里斯 才繞過去 就有十個月 繞到 那個墨西 但是在 可以從這個土來看 在埃及 這邊是 加南 本來從這邊 過去就好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走這條路 到出來一記 十九章 他們就到這裡了 就一直 然後 民宿記 第一章 道記 十章十節 還在這裡 好 十章十一節又開始出去了 所以到加里斯巴尼亞 然後他們 在那邊 看進去 他們不想進去 所以呢 就讓他們繞 繞繞繞繞繞了三十八年 然後 最後第四段 從這邊 進去 到 魔妖牆 就是這樣子 民宿記就是這四個部分 那這個第一個部分呢 他們就在那邊點人數啦 看這個 這些一些 一些工作 還有這些 絕境的事情 好 從第十章第十節以後呢 教他們做一個銀號 吹銀號 十章十一節 就開始觸發了 就開始觸發了 離開 西乃山 就是這一段 西乃山 到加里斯 十章十一節 到第十四章 就是 第二段 這一段 這一段 好 這一段呢 他們 一月十四號 叫他們 所欲月節 這是第二次 所欲月節 可完以後呢 清典人數 清典人數以後啊 那有些人 不能所欲月節的呢 他們補所 一個月以後 補所欲月節 二月十四號 然後呢 二月二十號 離開 西乃山 就從這邊開始離開了 對 二月二十號 好 那他們有那個行進的次序 這邊 這些 造次序 然後 惠物的東西 一切放這邊 一切放這邊 就這樣子走 那每次出去的時候呢 因為會往前行的話 某些就會講話 然後到的話就 到了時候停下來才會會講 好 那這就是他們的對 那三次我跟大家 討論過了 有人會懷疑 200萬人 在跨越怎麼走 這個 就是有人算錯了 他說 每台 100個人 100個人是這樣子 這個沒什麼問題 100個人 那整個隊伍呢 會多長呢 20公里 隊伍就是 這樣走 20公里的隊伍 然後 開始走那個算 算外 一小時可以走 4公里 這樣的話 沒問題 可以走過來 第一個 躲到了 早上他們如果 可能這邊太有跟你講 如果早上 7點出發 那12點就會打 但是最後那個 那一排呢 到晚上 5點才會到 所以整個隊伍 從7點出發 他到5點之後 全都到了 這個沒有問題 這可能算過了 第11章 他們就想要吃肉 白天要吃就讓他們吃這個 黑豚 但是呢 他們 太貪心了 所以 肉 在他們的 牙齒之間 還沒有爛 又 就生氣了 好 那個地方就叫做 吉伯羅 阿塔瓦 貪育人的墓 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去呢 他們這就是 看這個地方 他們繼續走 走到什麼 走到這個地方 走到這個 這個 哈希露人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回去 就是今天到底的進度 好 進度12章 那 講明利安跟 雅倫反對摩西 其實這樣子 最近 12章 1節開始講 雅摩西 取了50人 委屈 明利安和雅倫 看到 他取 這個外國人 做誹謗 說 難道耶和華之又 與你講話 不跟我們說話嗎 表面上是這樣子 署罰過了 這個就 責備了 其實呢 他是針對摩西 他有一個 先知恩賜 跟他 耶和華 跟他特別好 他們 不敢念 是在挑戰的 屬於的權益 然後呢 上一個上 明利安 長大方 摩西 替他 哀求耶和華 耶和華就把他 那個 明利安被關起來 長大方被關起來 一起 關七天 那期間 對付都沒有道理 都沒有道 一直等 等他明亮出來以後 才開始在行 那隊伍才開始在行進 開始往前行進 就行進到巴蘭的礦野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礦野 這是 西蘭敦達 好 這個地方 是蘇爾的礦野 這個地方是 以杭的礦野 這裡是 巡的礦野 這裡是 西蘭礦野 這裡就是巴蘭礦野 這是巴蘭礦野 然後這是 許蘭的礦野 這個就是 西蘭半島的整個是礦野 開始往前走 往前走到 巴蘭的礦野 這裡是 西蘭山 這裡是 他們 出來以後 第三個 道路的地方 在那邊停留了 十一個月 然後這邊是 塔貝拉 這邊是 西波羅 阿達 這是哈希土 米尼安 長大黃的地方 這個一樣 他們開始往上 就進到 巴蘭的礦野 是一個 大額可畏的礦野 然後這跟 加里斯巴尼亞 從這邊就可以進去 那個礦野 就是可以進去 這個加里 好 這就是哈希土 就是 那個米尼安長大 對呀 這就是巴蘭的礦 好 那他們一到 加里斯巴尼亞的 就開探紙進去 那個摩西就跟他說 你去看一看 看那個地方 到底所住的民 強不強 多少 那個住的地方好不好 那個是 盤營還是怎麼樣 那個地方土地好不好 那個有沒有樹木 那個地方水果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你帶一些回來 把葡萄回來 因為那時候剛好葡萄成熟 就是叫他去看這些東西 好 每一個支派派派的人 就12個人出去 那從派派的說 從 循的化別一直走 走到壁河 走到他 這到底多長 敢做的 這個 這裡是加里斯巴尼亞 這個黃色 就是給他們的壁 應許的壁 上帝跟他應許的壁 這樣 這不是大的嗎 好 他這一次 加里斯巴尼亞 他就從這出發 從這時候 又開始從學的化美 然後呢 一直到這個立河 然後大 哈哈火 這樣子 這樣子 上帝就應許他們 這麼大的 叫他們去看也是看這個地方 這裡到這裡多長你知道嗎 400公里 就跟台灣一樣 不是台灣這麼長 那叫他們走 這叫走40天 40天 好 那他們這中間呢 到這個地方 叫西伯魯的這個地方 那旁邊 叫做那個 以石骨 這個地方 他們就從這個地方 就 弄了一串 那是葡萄回去 有什麼大 突然就這樣一串 一串 大了哈 有多大 一串 好 那回去就報告了 報告說 那立北很好 因為那一串葡萄 大家一看 這樣很好 對不對 儒乃已經秘養 但是 但是什麼呢 但是那地的名也很強啊 窩村牆也很堅固啊 我們看到他那個尾的 我們好像那個薩蒙一樣啊 大家改進去聽 完蛋了 只有這種妖魔怎麼去 叫什麼去呢 就在那裡哭哭哭 好 但是 有兩個人 一個是佳樂 一個是什麼 這兩個人跳出來 沒有啦 他們這個佳樂很安活 我們趕快去啊 我們可以得勝 就是 那個 全惠眾啊 就說啦 哎呀 將我們 發佈的死在 死在埃及也好 死在逛野也好啊 但是這句話 很重要 耶和華天賤 耶和華說 好啊 你要死在這 可是就當你死在這 就是這句話 耶和華天賤 只要為什麼把我們帶到這個地方啊 他就抱怨啊 我們的妻子孩子啊 會被那個地方 被人抓去啊 我們不如再一個領袖回去啊 這些抱怨 然後呢 約束亞跟 加了這個 司令儒 他說 我們去看那是 極美的地方 只要耶和華若喜悅我們 就必將我們領進去 把地吃給我們 這很重要 除了是看耶和華 不是看那些人 那些人有什麼樣 但是他們聽不下去 那地方是一個 很牛奶禮蔽的地方啊 你們不要 別看耶和華就好了 你們不要怕那個地方 那些都是我們的食物 只要有耶和華 也不要怕 不要怕 這兩個人一直強調整人 一直強調整人 然後呢 那些人既然聽不進去 不但聽不進去 都要哪吃都怕他 要拿屍頭 全灰重 拿屍頭打死這兩個人 要這個時候呢 也有了 榮光促現 有了什麼 也有了 就跟摩西講 這些百姓 要藐視我到什麼時候啊 來賓是要把冰壓眼睛 我要給他們全部死掉 讓你們兩個 那個 呼吸視給你們就好 我以前神這麼多神經他們還不相信 我要用瘟疫 還用瘟疫 然後使他們都不能承受到地 但是我叫 你的後衛成為大 我就好 但是呢 摩西就 替他們求 替他們求求什麼呢 不要這樣子啦 你要帶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時候 這埃及人都知道呢 那你今天 沒有把他們帶進去 讓他們 全部故意死掉掉了 那人家會說 你以後不夠力 你不夠了 不能帶進去 你就讓他們死掉 他不好啦 不好意思 你要照你所說過的 你以後是不輕易花弄的 有瘟疫的慈愛 會色列最後 帶他們進去 沒關係啊 就是帶求 摩西代替他們求求 然後呢 一會兒他就 好啦 我就照著你的話 色列他們 但是 他們 斷不得看見 我定許他主宗 我是定許他們主宗 他們也看不見 鳥是我的 一個也看不見 只有20歲以下的人能夠看見 他們試探過 十次呢 你已經受不了了 走十次 打十次你知道嗎 為了六次 為了水 為了食物 兩次 為了不順古領袖 一次為了拜金牛頭 一次保探子 來 這句就是十次試探 這是第一次 這個第二次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到現在第十次 我已經受不了了 這些 你們回去 轉回去啊 不讓你們去了 你們轉回去 要從那個 紅牌再回去好了 然後 但是 你上次講的話 好 我要照你們 達到我耳中的那個話 拜你們 你們不是講說 要死掉在這邊啊 要死在礦眠嗎 好 就讓你們 通過死在礦眠 然後20歲以上的人啊 二十歲以外的 向我發願的 彭彭彭彭彭的進去 全部死在這邊 然後呢 你算你們的 婦女啊 孩子會被抓住 不會 不會把他們帶進去 這個就是 那個 他們剛才講那句話以後 耶和華盛棄 然後呢 那十個 不是十二個進去嗎 兩個 不好消息 這個十個 罰惡性的呢 全部讓他丟這 死到紅衣死掉了 死在耶和華面前 好 那他們這些百姓說 啊 耶和華不是叫他們轉回去嗎 結果他們去面前說 我不想去 要去了 要去了啦 耶和華叫他們轉回去 他們才想去 我們有罪了啊 我們上街 既然上去了啊 就自己跑去 摩訊就是 不能去喔 耶和華不能為你們吐載 你們不可以去喔 但是他們還是跑去的 還是跑去 結果跑去呢 那個 摩訊跟他說 耶和華不能給你吐載 你不要去 那這張塔是跑去的 他們在這邊嘛 加里斯巴尼啊 就跑上去 跟循環 跑上去 在這邊打 跟他打神就打輸了 因為耶和華沒有跟他們去啊 又打輸了就退了 退回來 退到车嘛 然後 後來就開始再廣尾 去 那個 去 流浪 好 就 開始 流浪 開始 開始 15章 到 20章 那要開始 38年 他出去之前 他有一些準備的事情 他就跟他講一些 優勢 憲勢 憲機要怎麼樣啊 不是故意犯罪的人要憲怎麼樣啊 那有一個人 禮拜天安息日 去撿木 撿財 那木材 結果就被抓去 那 就是他沒有守安息日 就被他打死 這些都是 要去一次 要繼續開始做之前 做的一些 這些 限制都要加什麼 叫什麼 然後這個 裡面那個 衣服下面 叫這樣子 他有穗子 然後要加一條藍帶子 那後來他們就 一直弄以後 就變成 很多這種樣子 這裡面去 這裡可以看到 好 我們會做16章 還有一章 但是 在這16到19是 漂流的路上 有這些 這些事情 我們正讀一個就好了 可拉長 旁邊 第16章 第一節 立位的真孫 哥俠的孫子 以斯哈的兒子 可拉 他這是立位的真孫 他是立位的 然後劉勉的子孫裡面 有大丹 雅比蘭 還有彼勒的兒子 安 還有250個首領 這些 這些人也起來 挑戰摩西 他們也挑戰摩西 那你看這個 立位 哥俠 以斯哈 這個 他的兒子 可拉 他的兒子可拉 所以他的兒子 還是立位的 這是立位的 這是立位的 雅倫 這個兒子才是 祭司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可拉 他起來挑戰 是什麼 他是挑戰 他也想 獻祭 你要知道 雅倫的祭司 才是 雅倫的子孫才是祭司 其他人通通 叫做立位的 立位的 是幫助祭司的人 所以這個事情 這個可拉 這件事情 最後 最後有一句話 他說他 從此讓他們 不要挑戰 就是說 不是雅倫的後裔的人 不要想當祭司 到 看到 這一個 可拉事件 後裔 有提到這一句 就是因為 他 想要 放棄 要挑戰 好 可拉事件是這樣的 他就講 你們 這幾個 春風出來 你們專權 你們 只有你們比較聖節嗎 我們也是聖節啊 你們怎麼自高呢 又是這樣的 那 耶和 又是 你看這是 立位的子孫 你看 摩西就跟他講 你是第一位 那你還要求祭司的職任嗎 我這裡有提到 後面也有提到基督 意思是他想要挑戰 好 那 摩西就說來 那你們既然要挑戰 每一個人 去做一個 拿一個香爐來 有250個 然後呢 摩西就叫 大家都離開 因為耶和我要行進 新的事情 如果這件事情 跟一 跟一般一樣 沒什麼意思 會有一件 新的事情 會叫 地 開口 讓你的 掉下去 這是平常不會有的 好 如果要行進的事情 你們 想不想沒有 不然也會掉下去 然後呢 地就開了 開口以後 這些就 那個 可拉和他的家庭 全部都 站在那裡 弄掉下去 然後呢 那兩 250個 這個現鄉的人 都被燒掉 你燒掉 這樣子 掉下去 那 雅倫的 兒子 這些 祭司 就去 叫祭司 雅倫的兒子就是祭司 這個祭司就把那個香爐 撿過來 然後打成片 就是把他的坦坐經驗 這件事情 去驗這件事情 但是 但是 我們後來會發現 這個可拉 他不是全家庭 通通 參加 還是有人沒有參加 後來後來可以看到 而且我們 十分可以看到 可拉的後裔 寫了十分 所以我們就知道 可拉 他的後裔 沒有後裔 死掉 好 第二天 百姓又來了 又去 把 像摩西 雅倫發現 以殺了百姓 在這個時光 雲彈就出來了 耶穫又有光光出現 耶穫就 故目都說來 你摩西 你摩西 我只有全部要把他 炸掉了 然後在講的時候 就瘟疫又 馬上 跑出來 然後 我們就趕快對雅倫說 他去拿香爐 有一些香 然後外國下面署罪 站在那個 有些死掉的 有一些還沒死掉 他趕快去站在中間 這位就沒有死了 就是 然後瘟疫才停下來 結果呢 死了 一萬四千七百人 這次不了這個瘟疫 又死掉了 然後 就停止 瘟疫叫停止 好 今天 我們要討論這個 來